我们都知道,航母对一个国家来说,是非常重要的,航母不仅能够提升一个国家的海军实力,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象征。 目前,世界上仅有为数不多的国家拥有航母,很多朋友不明白,航母有如此重要的作用,为什么世界上其他国家不研制航母呢? 航母之所以没有广泛应用在世界各国的军队中,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,一方面,建造航母不仅需要高超的技术,还需要投入巨额经费,技术和经费这两点缺一不可。 很多国家技术商达到了,经费却拿不出来,比如俄罗斯,也有不少国家拥有足够的经费,却没有生产航母的技术。 比如印度,另一方面,航母不仅仅是一条巨大的船,而是一整个航母编队,其中包括各兵装,具备的战斗力可达一个中心国家的海军实力,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这样的海军实力武装航母编队。 关注军事的朋友都知道,最近几年,我国海军实力得到飞速提高,除了各类军舰程下饺子的趋势服役,我国的航母领域也得到飞速发展局。 从第一艘航母到第一艘国产航母,我国建造航母的速度,令世界为之震惊。 今日,有消息称,我国的国产航母,将进行第二次海事。 与此同时,我国的第三艘航母,已经在江南造船厂开始建造。 推测来看,我国的第三艘航母采用的仍是常规动力。 不过,与现两艘航母不同,我国第三艘航母采用的将会是平直、甲板设计、弹射器、起飞战机。 就在世界为中国航母建造的速度震惊时,就外媒放出一个重磅消息,我国的第四艘航母已悄然开简。 如此看来,我国航母将进入两线建造阶段。 关于我国的第四艘航母,妹妹称,对于中国建造的第四艘航母,全球只剩一个问题,那就是我国的这艘航母将同前三艘航母一样采用常规动力,还是采用核动力。 关于这个问题,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,不过,有一点可以非常肯定,那就是无论采用什么,第四艘航母都会使我国道海军实力大大提升,我国能够取得如此飞速的进步,离不堪每一位科研人员的努力。 在这里,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。